姐姐你都缠掉了 谢谢你 小姑娘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姐姐 我都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我想来这里找点吃的 这夏天天这么热 这里面的东西都坏了 不能吃了 是啊 这怎么能吃呢 小姑娘 我这里有些零食和蔬菜 你拿去吃吧 谢谢姐姐 姐姐谢谢 姐姐姐姐姐 我找到吃的了 来快吃姐姐 妹 你哪来这么多吃的呀 姐 这是一个好心的大姐姐给我的 你吃吧 妹 姐不吃 你先吃 姐吃你剩下的 我不饿姐姐 你快吃 小姑娘 这是 她是我姐姐 那你们的父母呢 我们的父母在很多年前因为一场意外 去世了 就连我姐姐也是好不容易才捡回来一条命 现在就只剩下我和我姐姐相依为命了 那你姐姐的眼睛 我姐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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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父母去世 伤心过度 把眼睛给哭瞎了 小姑娘 我这里呢 有些钱 你拿着 你照顾好你自己 和你的姐姐 老板 这我不能要 这也太多了 我怕我以后还不起 没关系的小姑娘 你就拿着吧 这些钱呀 就当是我借你的 等你长大以后 有出息了 再还我也不晚 来 谢谢老板 谢谢 姐姐 快来谢谢这个大姐姐 谢谢 谢谢你老板 你是个好人 好心人 小姑娘 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张晓妮 我姐姐叫张大妮 好 你们的名字呀 我都记住了 生活 没有过不去的坎 你们一定要坚信 你们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的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记住 你们一定要微笑 面对生活 加油 给了我勇气 谢谢你 不管是情是云 都不会含空 谢谢你 喂 刘秘书 我刚才在路上 碰见一名学生 他叫张晓妮 看校服 好像是示意中的学生 你去帮我核实一下 如果情况数十的话 他上学的费用 由我个人来承担 对了 他还有个姐姐 叫张大妮 眼睛看不见了 你联系一下 咱们是最权威的医生 让他尽快恢复光明 他姐姐的治疗费用呀 由咱们公司全部承担 好 就这样 愿我多么多么希望 继闻的谁 永不回来 我只等你 令到我尊贵 过来 我 我 不过来 就这样 我